李荣浩蓝脸,张艺兴严厉,王嘉尔六亲不认偶像练习生有何魔力? 果然小鲜肉的力量是巨大的,100个小鲜肉加起来的力量更是不容小觑啊! 更何况偶像练习生的导师阵容也是让毕宝自动惺惺眼 全民制作人代表,张艺兴 曾经在韩国当练习生四年半,2012年在韩国组合Ezu出道至今 已经是中国最具有人气和实力的偶像之一,粉丝也是遍布全球 但是很多童子们应该都是通过极限挑战认识张艺兴的 小绵羊的形象也是相当深入人心 但是偶像练习生里的小绵羊可着实把毕宝吓了一跳 完全严肃的状态让毕宝怀疑这还是不是毕宝认识的小绵羊 对于第一个表演的评价就表现出了相当专业的水准 让毕宝忍不住为威力一心疯狂打扣啊 尤其是对Balance的要求,威力张匹弟也是要求很苛刻呀 就仅仅在这一期节目,毕宝就已经数不清他说过多少次的Balance了 但是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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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仅� 就不凡呀,一身黑色的西装。立刻有练习生说李荣浩有大哥的感觉。 也是让毕宝瞬间想到成风破浪里的黑社会老大黄志强。 但是随着练习生们开始谣演,李导师的表情却越来越沉重。 毕宝甚至感觉眼睛也越来越小了,是咋回事? 原来李导师这都是为了练习生们着想,怕影响他们的发挥。 于是,现场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 简直是我不能三连啊有木有,真是妥妥的表情包美跑了。 偶尔笑一下也是这样的,还立马就收回了。 虽然李荣浩全程板脸,但是看到他毕宝还是忍不住笑是怎么肥死哈哈哈哈。 LAP导师,欧阳静,王佳尔。 要说这两位不同时期的优秀,LAP导师也是导师里面的笑点担当了。 看完练习生的表演。 俩人头对头,摇耳朵感觉像是练习生的表演有什么不妥的地方。 没想到问出来的问题竟然是衣服在哪里买的。 LAP导师,果然没有辜负活宝的称号,一下子就把严肃的气氛活跃起来了。 而且LAP导师,王佳尔王嘎嘎还妥妥的世王,娇妓花,嘎嘎。 在正式开始之前的讨讨会议的时候。 王佳尔就表示这个也认识,那个野蜀,竟然还有他的死党。 但是虽然都认识,王嘎嘎点评起来却一点也不嘴软。 币宝又要为威力嘎嘎打扣拉。 舞蹈导师,程潇,周杰琼。 程潇是Starship Entertainment和乐华娱乐共同推出的女子组和宇宙少女的中国成员, 她在队内的担当是竹林舞,实力是妥妥的没问题。 周杰琼从13岁开始就在韩国Blade Eyes Entertainment当练习生, 一直到2016年参加韩国偶像选秀节目Produce 101第一季获得第六名并成功出道。 目前是韩国女团Pristine的成员, 人气无论在韩国还是在中国都不容小觑。 不过,小姐姐们的通病,看到帅哥就挪不开眼。 在这两个舞蹈导师身上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了。 有的统子们说这样会不会影响舞蹈导师对专业性的判断呀。 必保这个看了预告的过来人跟统子们保证。 两位舞蹈导师在训练练习生的时候可是相当严格的哟。 看过第一期之后, 必保已经标记了几个入了必保法眼的小哥哥们。 等第二期必保仔细观察过后, 一定会来跟统子们分享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